国内空间设计大师陆希杰 已因照出典雅的北欧风格著称 应太子妃场后护理之家邀请 首度将专业的坐月子中心作品 留在蓝阳平原 让太子妃从外观到内在都充满了舒适感 让宝宝与产妇在无独的绿建筑中 安心地待上一两个月 太子妃的外观建筑 以明亮的红色白色与深色系线条 勾勒出整体建筑 给人的亲切与贴近的感受 走进太子妃产后护理之家 迎接准妈妈的客服人员 立刻上前搀扶 就座高挑的迎客厅 坐在设计感十足的沙发上 聆听太子妃提供的细心服务 与硬体设备 太子妃的室内空间 从这一刻让人感觉 来到宝宝与妈咪第一个温馨的家 太子妃希望提供专业的服务 还有亲切的服务态度 来迎接每一位来看房 即将升格做母亲的每一位妈妈们 来看就是来做专业的导染 让他们了解我们太子妃 有哪一些非常专业的硬体设备 以及我们的人力 包括我们的专业医师 还有专业护理人员等等 这里让我非常有家的感觉 不管是服务人员 亲切的态度 还有这边的建材设计规划 都让我有非常安心的感觉 太子妃是宜兰县第一个 通过政府各项严格检验审核 专业顶级的产后护理之家 整体空间规划 邀请了曾经留学英国 国内北欧风格设计大师 陆希杰主导 各式建材与设备 都是严选无毒安全舒适的绿建材 并且严格要求取得各项证明 天花板采用吸栓钙板 防火建材 壁面油漆采用不含甲醛成分 地板则是以亚麻不含乙二分的 环保材质 经由设计师陆希杰 细心检视每一个环节 就是希望带给宝宝与妈咪 无毒安全的坐月子空间 也希望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力 从产物的角度 我们希望它是一种在这边是没有压力的 然后是一种跟饭店不一样 跟住家也不一样 因为它是要在这边 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停留 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会 特别去设计的一些元素 让它感觉到比较没有压力 比如说包括在浴室 在走廊 在大厅都会有一些圆弧的元素 那这些圆弧的元素搭配出一些简洁的一个色系 然后让它感觉就是会整体感觉是比较没有压力 是一种北欧的一个风格 然后它有一种 一种北欧风格特别的就是它是很清晰 它不是设计感非常强 不是很造型 反而是它会很重视在很多细节 然后这些细节就是让你会觉得说 特别因为这些细节而感到没有压力 在设备的舒适感上 太子飞产后护理之家比使用者更加讲究 让每个套房都具有独立的空调 避免空气交互感染 让需要长时间休息的产妇 有舒适的卧床 太子飞采用经五星级老爷温泉饭店授权的同等级床垫 卫浴设备则是全系列 安全抗菌的系列产品 采用干湿分离 快速加热保温暖灯 免制马桶和高级皮质扶手 每一个小地方都有太子飞的用心 我第一次踏进我这个房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房间坐得真的跟五星级的饭店一样 那附近又有婴儿室 在我用餐或者是我晚上要休息 不方便照顾宝宝的时候 婴儿室这边都可以帮我很妥善的照顾宝宝 那就蓝体的部分 我觉得这边的服务人员都可以照顾到我个人的需要 在其他设备上 如房内的42寸液金电视 贵妃椅还有DVD以及光鲜上网 都为坐月子的产妇准备妥当 走道上的栏杆扶手 也是为妈妈们在走动时的贴心设计 来太子飞感受专业又安心的服务 是宝宝与妈咪唯一要做的事 雪翠新闻吴世伟 吴芷云 宜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明镜与明镜